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各种生活情报 今年春季 本协会更新了可以使用外语就诊的医疗机关的医疗机关名单 详细内容请浏览SAM 金刚市国际交流协会主页 可以使用外语就诊的医疗机关名单 是为了让在诸外国人了解日本医疗制度 并且可以安心就诊而制作的 本名单内不仅刊登了各个医疗机关的诊疗科和可以对应的语言 还简单介绍了日本的医疗制度 即刊载了云语咨询医疗机关医疗相关问题的咨询单位 金刚市内的一些综合医疗或诊所等医疗机关里 有会说英语、中文、台语、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菲律宾语、孟加拉语及印尼语的医师及工作人员 另外即使不是需要预约的语言 以防万一最好在就诊前先打电话确认一下 详情请参考SAM 金刚市国际交流协会主页 网址是这样的 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第二个信息 外国人旅客向向向外国观光客的推送式信息发送手机软件 日本的观光厅为了确保灾害发生后 访日的外国游客的安全与放心理由 特别开发推出了面向反日外国游客的推送式信息发送手机软件Safety Chips 该软件是专门推送日本国内的紧急地震速报及海啸情报的英文通知软件 其中有避难流程、通信卡及相关HP连接等发生灾害时需要的多种功能 信息推送 日本国内发生震度4级以上的地震时 会及时推送英文的紧急地震速报及海啸警报 并通知应当采取的行动 避难流程 用英文告知周围的相应避难行动 通信卡 为了从周围的人获得情报 使用四种日英中韩语言显示通信卡 相关HP连接 汇聚了发生灾害时便于收集所需信息的网站连接 此软件免费 欢迎下载使用 OS系统要求Android 4.0以上 iOS 7.0以上版本 下载网址向下面所述 接着我介绍第三个信息 4月份金刚市即将举办的两则活动信息 第一 梅菊島今夜温泉春祭り 届时会有夜莲乱舞表演 现场制作蛋糕 现场制作年糕 当地特产销售等 欢迎您也一起来到樱花夏 欣赏夜莲乱舞 享受美好的夜晚 时间4月12日周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梅岛昆亚之乡 葵区梅岛 交通 JR金刚车站北口 乘坐静铁巴士安倍县 前往梅岛温泉 孙佐岛站下车 开车时请从新东明高速 新晋港交流口前往景川方面下高速公路 现岛27号或29号北上 大约走40分钟左右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向美岛宽压温泉观光组合咨询 电话号码为054-269-2224 对应语言为日语 第二 用宽温泉观光组合咨询 用宽渔港节 位于金刚市 郡河区的用宽渔港将举办用宽渔港节 届时会贩卖销售 刚刚补货的生鲜沙丁鱼 还有水超沙丁鱼的试吃 乘船体验等有趣的活动 欢迎举家前来参加 日期 节日当天 4月26日周日 8点半至15点 天气恶劣时 延至29日节假日 前夜季 4月25日周六 18点至21点 当天只有店面 请注意 乘船体验至现仙道的1000人 关于用宽渔港节的详情 请咨询 用宽渔港节执行委员会 电话号码为 054-259-2111 日语对应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最后一个信息 灾害时用留言板 web171 灾害时用留言板 web171 是利用英特网的一项服务 是为了地震发生时与灾区的人取得联系时使用的 可以使用日语 英语 英语 韩语 中文是输入留言 想给家人或朋友留言时 12 17点的防灾周期间 可以体验此项服务 这次的信息到此为止 现在京港正是樱花季节 春天来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